大家好,欢迎来到巴黎吃货的美食频道 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聊一下喝茶 这个喝茶的习惯坚持了好多年了 刚开始还以为说晚晚而已 后来基本上是每天早上都这么喝 你知道我们在法国找不到一些有的场景 那个水壶只能用这种非常方便的 这个快速煮水的壶 下次回国要搬一个 好一点的专业的茶壶过来 地步一般水分的壶 提高 杯温、壶温 有利于茶器的一个散发 还有这个是凉水壶 凉温杯 也叫做公道杯 我那这个茶具还算是挺全的 就是少了一个漏网 但是我觉得没必要 我喝的是乌龙茶 台湾高山阿里山乌龙茶 现在是洗茶叶 但我现在我听他们说 由于自茶工艺的提高 其实根本就不需要洗 第一泡就可以直接喝了 这一步是不是叫做风壶呢 我不是专业的茶意识喔 只是自己非常的喜欢 所以喝茶的时候有一点随心所欲 我觉得好的茶一般它有那种香浓的豆香味 这一步呢 一般叫做悬壶高葱 也叫凤凰三点头 跟一些法国人这么喝茶 他们认为这其实是一种艺术 我还挺喜欢听这个茶水的声音 把这个盖上去 翻起来 好 这个是蚊香杯 我一般的冬天的时候 这么搓一下 手心非常的暖 很舒服的 然后闻这个茶的味道 中国人相信面相学嘛 有一种面相学叫做养鼻 鼻子养好了 自己的命运也会慢慢的好起来 这只是一种说法啊 大家千万不要说盲目迷信啦 好了已经闻了香味 闻的差不多了 很好闻 非常的清香 现在就可以喝第一泡茶了 我这个应该算是二泡吧 第一泡茶我们不喝 所以在福建那边有一种说法 就是一泡水二泡茶 三泡四泡是精华 好 就没有滤网呢 就 茶叶 还有一点茶渣 茶水还有一点茶渣在里面 但我觉得 也无所谓的 也无所谓啦 也无所谓啦 也无所谓的 很酷 就下面用一泡茶 涼水杯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欢迎大家留言和我共同讨论